布拉佩斯以及布拉格的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是洛杉矶真道灵两堂的Christy 很荣幸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跟你们一起分享我的见证 虽然我们并不认识彼此 但是希望今天跟你们说完我的见证之后呢 可以稍微鼓励到你们 当我第一次知道我要上台做见证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神 就是你要我分享什么 因为我不想只是平淡的讲完 我如何在我的教会扎根 有一次当我们小组在查经的时候 我的一个小组人跟我说 他说上台做见证不就是要来 发挥出影响力 眺望起听者的火吗 当我听到之后呢 我就知道说 我跟你们分享的重点 其实并不是如何 听到神的呼召之后行出来 而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所受到的一些挫折 因为领受异象以及呼召 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要行出异象却是一辈子的事 2016年当我刚来真道的时候 我当时所在的小组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小组 因为小组员他们陆陆续续的都离开了 在最低潮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两三个人 不瞒你们说 我当时就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小组好像迷一样的存在 我一度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留下 当我过了两年的低潮期的时候呢 到了2018年初 那时候情况有所好转 我们的小组呢开始慢慢陆陆续续的成长到了八九个人 有一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啊 我好开心哦 因为我们小组好像已经很久这么没有活力了 但是上帝他却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不仅仅如此 我要来做更大的事情 我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哭 我开始痛哭 因为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人的祷告 因为我一直相信我所在的小组 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是可以连接整个社亲的小组 虽然当时我并不是小组长 可是我深信我所在的小组 就是可以成为这样子一个祝福 同一年的方舟营 我当时不是以宣任的身份参加的 我是对公 那天方舟营的主日信息 我们的主任牧师终结他就说到 他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你就是需要花时间去扎根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结就打开了 我就知道说在过去 我那很孤独的两年 神是让我在扎根 我当时我跟我的对公分享 我的对公就说 他说Christy你要成为大树 成为很多人的遮盖 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 他要我开始预备小组了 当我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以及呼召一年半之后 我接了小组长这个位置 我跟神说 我说虽然我现在接受这个小组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单身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小组 一直是单身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我们可以陪伴彼此 进入到人生不同的季节 当我们接受小组之后呢 一开始都是你好 我好大家好 但是蜜月期一过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们 有一半的时间 我都在想说我要该如何跟我的区长 以及我的主任牧师要请辞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 因为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爱你的组员 有时候你甚至带你的组员如初恋 可是他们却可以虐你千百遍 有时候甚至虐到快要翻脸 你也会心里 你也会就是 你也会发现之前别人跟你讲说 你会越服饰越甘甜 你会发现说这句话是骗人的 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 我好像越服饰越甘甜 这个时候很多人应该会想问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带小组呢 因为我很爱我的小组 而且这个呼召是神亲自给我的 在过去最挣扎的两年当中 我的小组包括我在内 有五对couple进入到婚姻 去年我们迎来两个新生宝宝 今年我们也迎来两个新生宝宝 所以你看在我认为是最困难 最孤单的时候 最想放弃的时候 神他却在做事 同时我也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 那些陪我一起奋斗 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人 所以我的RPG伙伴是两位单身姐妹 因为神在我单身的时候顾念我 他也要我在我姐妹单身的时候 去顾念他们 好让他们知道 他们并不孤单 在预备这次见证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机会让我来数算神的恩典 不然就真的差一点忘记称 他其实做了这么多 所以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神不会让他在2018年给我的应许落空 因为他说他要来做更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将来要去到哪一个岗位服侍 或是领受什么样的意象以及呼烧 或许是你最看不惯的地方 那里有可能就是你最有热忱的地方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神要拣选你 因为神拣选人 他不是看你肉体的身量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你的属性是什么 就好比当初我领受我自己是一棵大树 那我就要发挥大树的功能 可以为别人来遮风挡雨 如果你将来是要做领受的 那你就要留心你同工的情况 因为在箴言书27章23节里面说到 他说你要留心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如果你是做同工的话呢 那你就要好好的爱你的领受 并且来支持他们 或许你会觉得就算你不回应神的呼召 神也会拣选其他的人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神的首选 你是神的第一选择 有了你 你所在的团队才会变得更好 累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犹豫 你也可以转换你的服饰方向 在过去的两年 也是我们家最受挑战的时候 因为我的先生他同时需要工作 读书 照顾家庭 以及教会的服饰 别人是蜡烛两头烧 但是我的先生他是被掰断的蜡烛 四面八方的烧 在经过考虑之后呢 他决定改变他的服饰方向 他从敬拜主领的位置退到Vocal 他跟我说 我们不需要在忙碌的时候 停掉我们的服饰 我们只需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There must be a way 因为神一定会开路 或许你们当中的有一些人 正处在一个放弃的一个边缘 但你要知道神他都知道 他完完全全知道你在经历什么 你觉得我们在处在最艰难的时候 神会不在乎吗 他一定在乎 不久前我的一个属灵好姐妹 他跟我说 他说神在乎我们手上的事工 但是他更在乎我们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 你觉得神能够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来托付给我们吗 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 不是交差了事 而是要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做的 虽然会有灰心丧志的时候 但是要相信上帝掌权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要准备当你接下你的事工之后 你会很烦躁 你会很沮丧 你会犹豫 而且你一定会失败 你不一定会失败 就是你会觉得你会失败 但你也要做好准备 就是你会被爱 你也会被支持 就在不久之前 当我觉得说我快自己不行的时候 神他透过不同的人跟口来鼓励我 我的一个小组员也是一个长辈 他对我说 他说小组长 我不知道我能够为小组做什么 但是我会一直支持你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知道我应该有做对一些事情吧 我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小组长 甚至有时候在世人的眼里 我应该是一个失败的小组长 因为在带小组的四年里面 离开了非常多的人 但是同时也进来了很多人 但我自己知道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个小组长了 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我相信我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小组长 有些时候不要脸的自信 就是被宣告出来的 所以不要怀疑 神的意象就是需要你和我来完成 因为有了你和我 我们所在的团队会变得更好 所以在座弟兄姐妹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主日学老师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传道人 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属灵爸爸 或者属灵妈妈 很期待在参加完这次方舟营之后 你可以勇敢回应神的呼召 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将来我们会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见面 聊一聊我们在世人眼里 看似失败 但是在神眼里却不失败的侍奉 我是洛杉矶正道林良堂 Pastor David牧区的社青小组长 我叫Christy 感谢观看